今天陳朝中怎麼說呢 來跟人家談談 台灣新冠一號 是否可以作為預防新冠肺炎的確診來使用嗎 是可以的 由於新冠肺炎的傳染力非常強 一旦感染之後 症狀的變化跟病情的發展非常的快速 所以針對新冠肺炎的高風險人員 應積極主動的預防性投藥就有其必要性 台灣新冠一號經過一系列的 生物分子及細胞程式的研究 以及P3實驗室 直接針對SARS-CoV-2的細胞感染的研究 證實互方台灣新冠一號 具有多把點的作用機轉 包括 一 抑制新冠病毒及蛋白以塑阻細胞磨上ACE2 受體的結合 阻止病毒入侵細胞 二 抑制3CL蛋白酶的活性 阻斷病毒在細胞內的複製 三 抑制肺炎繼續細胞 分泌的細胞激素TNFα IL-6來調控所產生的細胞發炎風暴 減少肺部的破壞機 降低會纖維化的發展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作用 就能夠預防性投藥 例如開刀前我們給予抗生素一樣 預防感染一般 清冠醫藥其中的10種藥物 皆為劇烈性的中藥 使用上副作用小 所以 高風險的族群的對象 可以積極主動的預防投藥來使用 清冠醫藥立即來截斷病逝 而這裡所稱的高風險族群對象 包括了接觸確診人後 在居家隔離的人 65歲以上的長者 免疫低下的族群 或者高接觸風險工作者 例如 醫師人員 社務機構人員及受照顧者 國際航空組織的基礎人員 出入境的工作人員 防疫車隊的駕駛 負責防疫旅宿局 必須常常出國者 我們看到很多未打疫苗的人 一確診就是十分之一的重症 百分之二的死亡率 你看有些體質不佳的人 不到三五天就走了 根本來不及預防 高風險預防族群的投藥 是最好的選擇 很多中醫師都在講 確診才可以投藥 這根本是不對的 誤導民眾 並且延誤病情 中醫歷史上面對病失的變化 及大量的病患 我們皆採用 透鞋外出 截斷病逝 專病專方的一種治療方式 以達 防止疫情擴散 及病人重症為目的 所以一旦感染就必須採用 專方 預防性投藥的居級治療 亦不適用於不同體質的 對症治療的調整用藥 不論中醫師提出需要 顧慮體質 平衡用藥 對症治療 這種想法只適合一般 慢性疾病 一般性感染的治療 並不適宜在 瘟疫專方中的使用 會降低它的效能 在病毒的傳播高峰期 短期使用清冠一號 半劑量或 三分之一劑量 一到三個月 不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傷害我們的身體